大家好 吊蓝是最常见的一种家居必备植物 因为它好养 而且进化空气好 最关键的是价格亲民 那么有些花友养吊蓝 可能想要它长得非常的旺盛 不想要它长了一些小侧芽出来 那么也有些花友想要它长很多的小芽出来 那么这两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养 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施肥方法对了就可以了 因为吊蓝主要是以官业为主 如果说大家不想要自己的吊蓝 长这么多小芽出来的话 我们平时给它施肥的话 建议使用一些淡甲元素高的肥料 因为淡元素可以促使吊蓝的叶片 快速的生长 长出来的叶片更加的肥厚更加的多 甲元素可以见状吊蓝的根系 不容易让吊蓝的根系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肥害或者是积水烂根 那么是非常好的效果 如果说大家想要自己的吊蓝 长这种小侧芽多 那么我们可以适量的使用一些淡酸药金甲 因为淡酸药金甲 它里面的淡元素跟甲元素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淡元素可以促使吊蓝 花芽分化 那么它一长花芽出来 长花剑出来 就会跟着长很多的小吊蓝出来 那么这种淡酸药金甲 它是一种水溶肥 我们只需要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兑水 15天给它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那么像这种淡甲元素高的控制肥 它是一种颗粒状的肥料 我们只需要在盆土的表面撒上十几二十粒 然后两个月到三个月给它使用一次就足够 那么这就是养吊蓝不同的结果 不同的养法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